大家好我是翁蹦 本部影片來分享一下是我們薑餅人之塔 主線第二張普通難度 花生荒野的全三星指南 那本部影片就會直接針對每個小關都有重點的位置提示給各位 祝各位上線都能夠通關順利 直接能夠輕鬆兌換交換所相關的資源 那接著我們就來看下去吧 請按下幫小鈴鐺 請按下幫小鈴鐺 請按下巴的多過程 要先按下筆 好 這筆鈺 要先按下筆 要先按下筆 能先按下筆 接著來打一下2-1 那這邊的條件啊 除了就是可能有小熊果凍之外 以及還有這個被滾動的橡木桶 擊中的次數要少於5次 所以這個關卡要稍微注意一下 我看這個小怪挺多的 我的位移要沒了 啊按到 滾動要小於5次 所以這個要稍微留意一下 唉唷我的天 然後這邊可以看到 左邊帽子就是有東西 所以第一個滾動拿到了 這邊有小怪要注意 滾動的位置嘛 哇這一關的節奏完全不一樣耶 小金幣啊這個也沒啥 上去 這邊仔細看一下旁邊有沒有一些什麼線索 可能小熊果凍什麼什麼之類的 必殺技 位移 這邊稍微留意一下 按鈕要注意按 通常有按鈕啊 可能就會有什麼小熊果凍之類的 可能啊 這邊仔細看一下 第一個左邊有小熊果凍 第二個右邊的話這邊貌似有入口 這邊有個按鈕 先按下去 停了 第二個小熊果凍拿到了 然後在那邊也有個小熊果凍 然後掉下去了 看來我們要等了 應該是要等到第二個吧 有了 好3 哇哇哇哇這個要留意一下 所以它這個是要 往上 移動過去的吧 好有很多的滾筒喔 然後這邊滾筒的位置啊這邊你看 右邊這邊貌似有道路嘛 好然後這邊有個小怪 把他打掉 然後這一邊 空曠的感覺東西很空 留意一下 好這邊又亮亮的齁 所以這邊又有一個 小熊果凍 好我們目前的話拿到了6個了齁 然後再來我們這邊有藍莓鳥嘛 所以可能附近呢又會有類似像寶藏的東西 所以這邊 走的時候要稍微留意一下 觀察一下這四周能不能移動 好所以這邊 拿到了寶箱 好我們這邊還少了一個熊熊果凍 這邊要稍微確認一下有沒有 然後不要被那個打到齁 好我們這邊應該是都拿完了啦 我們這邊那個小怪都打完了之後 剛好熊熊果凍也騎了齁 這一關怎麼2-1的難度跟第1章完全就不一樣啦 這邊就稍微全部拿到了齁 我至少人物還升到了20多等 好我們2-1這邊就全部打完了 好來2-2關這邊是說2分鐘內要通關齁 2分鐘內通關所以要很速吧 喔我們的果凍啊他只有兩個齁 所以代表說這個就是忍耐關卡了吧 拚速度的 好啊拚速度啊結果我在突台錢啊 好這邊第1個果凍看到了齁好感動啊 好第1個 好我們還有一盞 我們時間要沒了啊 技能進CD了 一般來說我們這種如果要趕入的話應該不會有太多什麼奇怪的機關啦 希望囉 小怪有點多齁 聚一下 結果打不到多少人 有看到嗎這個精彩的位移 我覺得奶油蘇打的位移真的超強的 好全部拿完速速打過太棒了 他的那個3段普通攻擊的位移必須要在指定秒數內放完 好這樣子我們2-2打過了 好接著2-3這邊是不成倒下以及又要2分鐘內通關喔 喔這個是忍耐任務吧 怎麼又是這種忍耐的東西啊 哇欸等一下不對你這個2分鐘內要通關啊我只有一個玩家這個難度有吧 啊掉下去了 左跟右感覺就有人啊 沒有果凍齁 有感受到這個奶油蘇打的高位移技能嗎 這個真的是蠻猛的 好啊這沒有辦法吃滿喔 先補個血 喔 就這樣打過了 感覺這關比較平易進人啊我覺得2-1比較難耶 整個目前打下來2-1的整個狀況我覺得是最難的 前三關來說啦 好來看一下是我們 2-4吼 那這邊的話他有一個被旋轉刀片 擊中的次數是要低於5次吼 好首先一開始的時候啊我們這邊他是指標是往上走嘛 不過可以看位置這邊他是有個下方的 所以實際上一開始就一個小小火洞 這個關卡真的是有夠陰險的 就是主要其實是要看你地形的環境喔 好然後來一個重機怪 喔我被打到了好一刀 好然後再範圍攻擊 然後旋轉刀片不能被打超過5次吼所以這邊要稍微留意一下 然後這邊按鈕按一下 然後往下走 有了稻草人 好第二個吃到了 然後這邊引過來 因為那個我們 奶油蘇打他的技能其實比較偏向是那個中小範圍的嘛 然後加上是位移的 所以盡量聚怪的話我覺得效益會比較高一點 好然後再來這邊打箱子有沒有指標 要跟你看的時候右邊這邊 吃了第三個 金幣漏掉一點點沒關係 重點是我求求果凍不能漏 好範圍技能 必殺技期間是無敵的 所以可以稍微小位移 加一下普通攻擊是強化的 好果然 好這邊看一下 有很多的滾筒 左邊是有果凍的 然後這邊稍微注意一下位移 第四個 然後這邊仔細看一下喔 第一個 有藍莓鳥嘛 第二個上面這邊貌似還可以走 所以這邊要稍微注意一下 喔等一下我金幣沒有吃到嗎 喔原來其實這邊是有金幣的 要稍微留意一下金幣的量也是蠻多的 好這邊就打開了寶藏了 然後再來直接往下走 然後注意一下我們是不能被刀片弄到的 5次啦 好這邊還有一個果凍喔 好這邊還缺一個 剛剛那個關卡他並沒有強制你一定要把周圍的怪打掉 但這邊就有 好位移 然後再一個位移 這邊稍微移動一下 好我們這邊這一關全部的果凍就全部拿完了 這個相當陰險的關卡喔 我們 2-1 已經 夠陰險了 2-4也非常的陰險喔 所以這邊要稍微留意一下 然後再來2-5關卡 受傷的次數要小於12次 以及還有什麼 比倉鼠混混更快抵達 比倉鼠混混更快按下按鈕領取獎勵 What 哇這關也 也太長了吧 好唱鼠混混觸發了然後勒 我們這個是大型 大型忍耐任務嗎 哇我 哇我的天啊低色你出這種圖是認真的嗎 重點是我們邊跑的時候我們還要邊注意水球果凍在哪裡 哇我知道了哇 啊啊啊啊啊啊啊我的天啊這什麼關卡 等一下 好 咚咚 喔我的天 所以我們這邊要一直很快速的移動 送上次數小於12次我剩下一半的扣打了 低色啊你很棒啊 好 哇好快啊天啊 比他更快抵達我連他在哪裡我都不知道反正我就過了 所以這一關 就是 各位要注意一下受傷的次數 以及還有在比速度OK這是我們 打了蠻問號的2-5關啦 好然後這邊升到了火車8等 接著2-6關這邊是要2分鐘內通關喔 2分鐘內通關所以又是要比速度的關卡 然後一樣要注意一下手球果凍喔 哇這個位移好順 好第一個小血果我都拿到了 旁邊有防護罩嘛所以你這些小怪是一定都打掉的 第二個這關是不快啊 他有一些關卡真的好長 有一些關卡又特別短 好2-6這邊打完了 2-7關要拯救所有的花生倉鼠 這就是什麼花生倉鼠我來看看 好一個狙擊手 哩非X4 好我們來拯救他不然他一直 Está alive叫 救我 喔拯救完他幫你開東西 喔 這是一個很可愛的互動任務 所以我們這邊拿到了第一個小小果凍 我的天 我的天 這邊仔細看一下我們這邊直接下來 貌似有道路 不對我發現不對勁 我們應該是要上來這邊 右邊先看一下有沒有東西吧 右邊這邊有小怪 所以我們應該是要下去 感覺這是後續的 所以我們這邊其實是要把小怪打完再下去 好這邊直接先下去吧 好果然 第二個果凍在下面喔 我剛看到什麼東西是不是有個果凍在那邊飄 天啊 第12初的關卡真棒 好看那個果凍在飄對不對相當的誘人 好第三個 剛剛那邊那個懸賞的那個真的 超級不明顯的 好這邊等他們全部打過來必殺技 關鍵的時候 好這邊高低差我沒辦法砍到我要轉位移 然後上面有按鈕嗎 又有一個倉鼠那邊叫所以你要救他 說不定我們就有機會拿到我們的果凍囉 好第一個倉鼠 然後接下來還有一大堆的倉鼠 還要按按鈕可能停下來之類的吧 好果然 救他 這就是連鎖拯救的小任務啊 他才能夠停我們這邊的東西啊 喔對對對對對這個的邏輯就是長這樣子 好然後再來我們這邊 注意一下 旁邊這邊應該先打掉 好拯救所有的花生倉鼠 看看上面有沒有什麼小熊果凍啊或者是寶藏之類的吧 喔唷我才剛講完 他這個藍莓鳥啊這個超級不明顯的 所以我們這邊還剩下一個小熊果凍 這邊等他全部要衝過來撞的時候 好董位移 好這邊都全部拿完了吼 還是前幾關比較陰險 好這樣2-7就打完了 然後再來2-8關卡這個受傷次數要小於10次吼 這個是要直接闖過去的意思嗎 不會吧這什麼關卡啊 這在幹嘛 喔打Boss喔 受傷次數一次 我就是我們是不是硬硬硬坦啊 他被打到會停盾欸 好這個關卡很棒喔 感覺就遠距離或者是像我這樣滑來滑去就打過啦 好2-8打過了不過這邊建議等級要拉高一點吼 然後再來2-9關這邊是要2分鐘內通關 好第一顆 我們這根本就用位移的方式在打關卡欸 我們這根本就用位移的方式在打關卡欸 完全在硬A 跑 高度揮空 看來我們角色他的攻擊範圍還是有限的啊 好這樣就過了吧這個關卡 主要還是要抓好一下那個奶油蘇打他攻擊的節奏 好2-9這樣也打完了 2-10這邊也是2分鐘內通關 然後這邊特別看一下我們目前的話呢已經有稍微把他升到三星 但其實他的這個升星的效果啊 主要的話呢其實是他的那個額外的 一些技能的被動是有稍微提升的 跟之前那個 一測二測不太一樣 一測二測是你等級拉上去之後才會有多開技能 那現在技能都已經有了 只是把被動的效果是有把他拉上去的吼 就可能會獲得一些額外的小小被動能力 但不會影響到你的技能走速吼 2分鐘內 好這邊是這個WAVE 怪物即將出沒 怪物咧 好然後這邊一樣繼續注意 第3 第3 蛤打完了 剛還稍微卡了一下我的人物攻擊往一個迷漾的方向揮 2-10打完了 然後2-11這邊是要發現隱藏的地點喔 這邊走的時候稍微注意一下隱藏地點究竟是什麼 然後這邊上面剛剛有一個熊熊果凍喔 然後這邊上面剛剛有一個熊熊果凍喔 喔這邊感覺有東西喔 我看一下這邊還有東西可以走嗎 喔沒有就這邊 就剛剛的通道 這邊跳回去 這邊移動的時候稍微注意一下 這個又要考驗你的位移了 左邊先看吧 正常道路是叫你往右邊 偏偏就是要走一些反方向看看有些有沒有什麼別的 然後這邊仔細看 藍莓鳥的那個嗎 喔這邊底下跑出了寶藏了吼 所以我們這邊再走回來 彷彿好像被低色凝虐過之類的突然都知道路要怎麼走 打開了第一個寶箱看看裡面還有什麼東西 這邊往前 又有了發現隱藏地點 所以這邊可能代表你真的要稍微嘗試試探一下吼 我們這邊還有三個 熊熊果凍 好我們要接過去吼 然後再來有一大堆各式各樣的東西要賭 好這邊也稍微留意一下 位移 第三個熊熊果凍 熊熊果凍怎樣 你打開來 喔喔喔喔就被打到了 我怎麼覺得這個被打到有點可怕啊 好像仿佛就是你一定要被打到之類的 感覺好像你又錯失了什麼 機會了 喔這邊要跳下去是不是 怎麼這邊這個PASS這麼明顯 真的真的耶就少一個 這邊注意一下吼 累積多一點位置 累積多一點敵人才對 位移 好再來 仔細看一下周圍有沒有什麼東西 哇塞這認真的嗎 太兇殘了吧 還有怪啊這個血量 堪憂耶 好把他斬完 勉強打過 2-11也打完了 這邊要稍微注意一下一些那個場地的位置吼 然後2-12這邊 2分鐘通關 怎麼後面都2分鐘通關啊 喔 好只有2個熊熊果凍後2分鐘通關所以這邊要稍微留意一下 我好像走錯位置了不過沒關係這邊先打 轉過去 屁殺技砍掉 好 剛剛其實應該直接先把上面施打掉了 好貼心喔 好貼心喔 他智能的攻擊是鎖定最近的 所以他可是他針對高低差的東西啊還是有可能就像我們剛剛那樣子會 亂揮一個方向喔 我覺得這東西他們可能之後要稍微再調一下一下 但是已經比一車二車好很多了啦 好這邊稍微注意一下 喔 他怎麼後面這種關卡一下忽長忽短的 真是的 好2-12這邊也打完了 2-13 又是2分鐘通關 哇這什麼東西 還要全部衝過來是不是 這個怪怎麼那麼多喔 我要扣大招了嗎 這是什麼 什麼詭異的畫面 5隻 他會全部一起衝下來嗎 欸不會 我要一個一個打掉喔 哇低色你很棒 我回空 喔所以一次兩隻2-3-4這樣子嗎 這個這個關卡仿佛就是要抓節奏 你一沒有節奏你就人就再見了一樣 好沒有給你果凍 喔有人這什麼東西還會跳的果凍 WTF 這果凍在幹嘛 喔這個關卡竟然這麼的佛心嗎 好 2-1跟2-4最難 提他突然這種 很平易近的東西 彷彿就是你知道走位然後你就可以很 輕鬆的通關一樣 接著2隻14 受傷次數小於12次 一樣指了兩個小小果凍齁 然後再來怎樣 狙擊你 喔我的天啊低色你好棒喔 我最愛低色 躲避狙擊手抵達目的地 換了 然後勒 哇 喔他真的被打到了耶 喔所以這樣子我的那個 喔我覺得這關好玩了 終於覺得有有趣的關卡了 然後巨擊手又逃跑了 這什麼東西 所以我這邊可以安然的走走一走之後你又被狙擊了 好很棒 喔其實你在被打到的時候你還是可以瞬移的啦 而且其實這邊有高低差還打到你 你看這邊高低差嗎 喔然後把小小果凍拿下來 有小小果凍嗎沒有 還沒有果凍 好跳喔 好這邊再跳 再跳 再跳 喔這個不能砍這個要躲的吧 喔救命 哇哇哇受傷次數 哇這個 這在衝啥 狙擊手來了 喔 我躲在裡面還是被打 我搞笑耶那個東西不能那樣躲啦 喔好 所以剛剛看到他還是要直接把打掉喔 我這關有有趣一點了 你這玩一開始有被狙擊 彷彿好像就是 躲藏找時機這樣子比較好玩一點 不然前面都要讓什麼兩分鐘擊敗誰然後一直這樣刷來刷去我的天啊 好2G14也打過了 好準備來打一下是我們第二張的BOSS了吼這個鮑伯與柯恩吼 有說是要三分鐘內把他打完嘛 要記得他這個其實還是可以跟玩家們組隊的吼 就是兩人打 甚至你還是可以換餅乾 不一定要用一隻角色吼這邊特別講 好第一斬 第二斬 第三 必殺技 然後躲一下 好水波斬 然後陣地 我們繼續躲 第一斬 好然後這邊注意 好這邊有護盾嘛 這個護盾厚到不行 我們要透過狙擊的方式有沒有這邊 好他會把護盾打掉 還要繼續撐著 這邊 只能 拚命的位移 然後我去累積一下那個 下關的數量 好還要再一次 好可以了 剛好疊滿層必殺技 好來 平砍 好第一斬 第二斬 第三斬 水波 喔 好這反覆的循環的動作你就打完囉是不是好棒棒啊 好他暴怒了然後又有護盾了有沒有護盾非常的厚厚到不行 好這邊你又被狙擊了 好注意一下位置 然後護盾 護盾掉了 好必殺技 我們這邊疊到二層 然後還要大概差不多4秒3秒才可以 發出水波劍 1 2 好 第4 水波 好打完了 有沒有 非常的迅速 我們這樣子就把第二張打完囉是不是很棒棒啊各位 3分鐘內要通關啦我們目前這樣打是1分45啦但是因為我們其實星數跟等級比較高一點 所以多數的玩家應該是等到你之後星數高了 那你可能才能夠比較好拿到三星喔特別講 然後再來一樣 熊熊果凍交換所 我們先前的上一部影片有講到說第一張你是可以直接做兌換的嘛 那第二張也是一樣 只是第二張在換的時候呢你這邊還有對應餅乾屬性的突破石 以及還有經驗藥劑跟發布的扭蛋券 比較建議的啦其實就是有關於像經驗藥劑以及還有初階的裝備強化粉末 可以先拿 然後再來還有一個是那個隨機的稀有武器 還有扭蛋券 這幾個先 然後之後的話再來嘗試是用突破石 因為等級高上去的話呢他是必須有對應屬性的東西 大致上就是這樣子 先把經驗啦裝備強化粉末以及還有你這個扭蛋券東西該拿的先拿 好啦那我們這個主線第二張相關的影片就到這邊 那之後的話呢依然會慢慢推進 第二張對比第一張真的難度比較高高了非常的多 尤其是2-1跟2-4我覺得超級不清靈的 大概就這樣子了 有任何想法歡迎留言 那各位一樣可以趕緊來玩玩看我們獎品人之塔 我是翁翁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